小萌 原来你最喜欢吃柠檬派啊 下次我就知道了 你最爱吃柠檬派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吃它吗 为什么 因为它的味道 是甜中带酸 不会太腻 也不会太淡 搭配刚刚好 我想要的生活也是这样 偶尔的甜蜜和酸色 都不要紧 只要它们放在一起 就真好 真是服了你了 吃个甜品 也能吃出人生哲理 太文艺了吧 人们总是喜欢 把给自己喜欢的东西 找个理由 不能说我喜欢吃这个 是因为我害怕胖吧 对了 你最近一直在找工作 我总是要工作的呀 难道不做主持了 就不工作了吗 那找工作还顺利吗 我发现 我自己好像除了主持 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真的很没用 小萌 别这么说 你只是没有找到 合适的而已 周叔叔过事时 不是给你们母女俩 留下了一部分上海的股份吗 你可以用这些钱做生意啊 我不想花周叔叔的钱 况且那些股份 都还处于冻结状态 我明白了 如果你需要找工作 我可以帮你介绍 不用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不想再接受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帮助了 你看你这臭脾气 跟周远昭一模一样 那我只能祝你一切顺利了 阿颜怎么了 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DK商业城的规划书 这是你爸负责的项目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我要过去帮他 那你就是要放弃你手头上的项目了 我们的目的都一样 是为盛海做事 这个项目商业价值很高 而且已经快完成了 只差最后的招商和宣传了 我相信 如果你们父子联手 一定会配合得非常默契 那当然 阿颜 你是说同意我去DK项目组了 我没有理由拒绝啊 云南度假村的项目也在顺利进行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一定能够两面兼顾的 没问题 你放心吧 而且如果你爸那边的工作模式 很优秀的话 我也可以从你这里学习到嘛 蒋泽 祝你成功 谢谢你阿颜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要跟你说一下 你说 以后我约小萌出去 你就不要插手了 没什么事儿 就是公司那些事儿嘛 我现在什么不好的心情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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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流 为什么才八流啊 不然呢 你想要几流啊 你为什么一直把这个 好傻 小萌这两天在做什么 找工作 他没给我提起过这事儿 他没给我提起过这事儿 颜哥 我们现在回家嘛 去医院吧 好 小萌 上车吧 我把外卖带 先放到后面箱 嗯 小萌 你怎么还不上车啊 对不起啊 小萌 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的 你还不想让你 江泽 谢谢你 我是怕你伤心 所以才 爱得太真 太容易让自己牺牲 太容易让自己沉 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 我太笨 明知道你是错的人 明知道这不是缘分 但是我还粉不顾身 dx